時間到8時09分 3月29日早上 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我是蕭樂文 想和大家說有關於早前在九龍塘筆架山 發生一宗懷疑涉及照顧者的謀殺 以及企圖自殺案 涉及到一名84歲的長者 是男士死亡 根據報導引述消息所說 這位男死者本身有腦退發症 有肌肉萎縮 行動不便需要別人照顧他 也是消息所說 這位妻子受到抑鬱症的困擾 71歲的女事主曾經透露 擔心沒有能力照顧丈夫 有一個沉死的念頭 最新的情況就是警方 早前也說暫控他一項謀殺罪 會在星期六明天 早上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今次也令大家關心到 作為照顧者 除了經濟照顧者 可能經濟上的支援有需要 其實作為中高收入的家庭 或者被照顧者 他們面對的家庭困難 都是存在的 究竟他們的需要 或者他們獲得的支援方面 是否有到位 昨天勞工學福利局局長 孫玉咸在出席活動 有人問到 是否比較難識別 一些有需要的中高收入的家庭 以往的服務 是否忽略了一些非基層的人士 局長說 長者中心的服務 是不設經濟審查的 而視乎長者的身體精神狀況 有需要便會提供服務 又說政府有責任提供 更加多的資源和服務 最重要是社會一起努力 尤其是家庭人要關心長者 整體來說 有關照顧者的議題 其實都不止說了一次 今次的重點 其中一個特點在這個個案發生 就是涉及中高收入的人士 剛才也說到的支援方面 講一下你的看法 172311 我們請兩位嘉賓一起聊 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 迪志遠 早成 早成 司法文 早成 根據報導的消息所說 剛才也說到 有男死者有怒退化症 有肌肉萎縮 也可能涉及到一個照顧者的個案 而今次這個個案 可能是經濟收入相對高一點的 你自己怎樣看 中高收入的家庭的照顧者 他們面對的壓力 以及現在的支援是怎樣 我們照顧者的壓力 今次的個案都很典型 以老護老 另外一方被照顧的人 都是很多精神 或者是身體的困擾 或者需要照顧都很典型 這次特別關注就是因為 那個家庭的背景都挺好的 社經地位都挺高的 當然大家明白 照顧者的壓力 或者面對的問題 其實跟他的社經地位是無關的 或者就不算他的教育水平 都未必很有關係 因為照顧者是說365天 24小時的照顧 任何人都是承受不來 所以這些個案 我們很擔心 不僅是個案發生 未來我們都覺得會不會 就是我們做得不好的時候 就陸續就會發生 現在我們照顧者服務是有的 但是散散收縮 還有很多的安排 都是以福利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 福利的角度的意思 就是提供一個很基本的一種服務 對中產來說 他一來未必是認識 二來他是不是配合到他們的習慣 或者需要呢 我舉一個例子 剛才你有引述 局長說那些掌握中心 是沒有入息審查的 你有錢沒有錢都可以來參加 但是絕大部分社區中心 就是在屋邨的樓下 地方小小的 千多呎 可能中產就覺得這些服務 未必是覺得對他自己 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們的服務 是不是多元到 中產都覺得是 配合得到他們的需要呢 第二件事就是 即是我個人的觀察 未必是對的 很多中產的人 他都覺得自力更生 我發奮成功 於是就好像 不是很願意找人幫忙 住私心比較重 我希望我看錯了 如果大家都是有困難 都不要覺得自己 什麼身份什麼地位 有需要找一些專業人士幫忙 解決問題更加實際 所以你自己覺得 不同的社經地位 或者經濟收入 有不同的人士 譬如一些中國收入的人士的照顧者 和基層收入的照顧者 他們要的服務 應該有什麼不同 需不需要 都要考慮到他們的需要 剛才你說到 譬如有些資源 有一些中心 可能都是在一個地區 未必是他們會接觸到 或未必會去 應該要怎樣做呢 還有除了很多時候 譬如現在照顧者都有一些經濟援助 除了經濟援助 其他的援助方面 怎樣再做得好些 或做得夠不夠呢 或者我先講整體來說 現在一直來講 我們都在立法會也好 或者很多民間組織都要求 政府做多些照顧者工作 他在這一兩年 是有些工作突然出現出來的 但就散散收收 收收保保 我舉個例子 近日我們在立法會都討論過 我們就動員那些關愛隊 是去一些 就是社區那裡 去尋找一些照顧者 包括獨居 商老 或者是照顧殘疾人士那些照顧者 那大家都知道 關愛隊的工作是很範圍 很闊的 剛才的工作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加上他們又不是全職 我覺得有兩個工作要即時要考慮 怎樣去處理得好一些 第一是怎樣找到那些公毅照顧者 嗯 那為照顧者 我就說的是以老護老 以老護殘 或者照顧長期病患 因為這些壓力是比較大的 那這些照顧者 我們應該有個 所謂在社區上有個記錄 那怎樣找到出來呢 有三個層次的 第一 就是醫管那邊 因為任何一個老人家 或者是一個長期病患者 一定是看醫生的 那看醫生呢 在譬如說 姑娘接見他們的時候 通常有一堆問題 問一下他們的身體健康 那可以多問兩三條問題 關於他們的家庭背景 跟什麼人住啊 哪一個是 有沒有一些需要照顧的家人 或者自己是不是需要照顧 那你這樣很容易 找到一些公毅的照顧者 從而就可以轉介給醫務社工 那第二部分 房屋處都有記錄的 那你們可不可以找關愛隊 這些幾個住戶呢 有些公毅的照顧者 想看看 做成一個很清楚的記錄 那另外就 水福機構都一定有這些資料 那你集合我們 我們有一個所 我不是叫名查 就是說我們有個資料 這些是公毅的 我們要定期找一些義工也好 或者工作人員 上去探望他們 看看他們什麼需要 那有一個比較清楚的保護網 那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馬上做 還有技術上我覺得是不難的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現在剛才我說的 現在的工作是散修修的 那如果我們照顧者 我都不知道在哪裡找哪個服務 正如現在有個24小時的月線 好的 半年來有一萬四千六百個電話打進去 就是說需求很大 那但是一萬多個個案 就說一萬個的需要 那現在那個月線 那個後援的支援服務配套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收到不少投訴 那些打上去的那些照顧者說 你打上去幫不了他們 所以可能是說 我給你我的電話 你試試找一下這些機構幫不幫到你 那這個不是能夠完善跟進的服務 那就是因為配套不完善 那於是在社區層面 成立一些 是以照顧者為本的服務 比如說社區的照顧者支援中心 那這些照顧者有需要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照顧者支援中心下去 那看看找到一些到位的服務 那我想這兩部分工作 是必須馬上要做的 我還要問一下 剛才你說有些紀錄的 是否可以在醫務社工那裡入手 整傳一些了解到 接觸到這些有需要的人士 為何過往是做不到 還有有時會不會是涉及到 當事人都未必很想求助 甚至是一些隱蔽的個案 根本你連接觸 或者問他的機會都沒有 另外就是剛才你說到 照顧者支援專線 即120、120、130 你剛才說後續的跟進 你是希望怎樣 因為其實很多是一些 我見不少是一些情緒上的輔導 其實這些情緒輔導 可能未必有一些很具體的需要 是否全部都要跟進 剛才你提到照顧者的中心 那要怎樣 即是很大規模18區都要有 還是打算怎樣 是 逐樣解釋 如果你說去到 我想大部分老人家 都去醫院或者是診所去看醫生 那一定去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接觸它 最低限度絕大部分的 高危的照顧者 我們有機會在醫護系統裡接觸到它 那現在過往 只要是關心你的身體狀況 你有沒有血壓 有沒有糖尿 這些是比較健康方面的資訊 那如果可以多問兩條 就正如這麼說 你家裡哪些人住 那如果是我有個丈夫 81歲的 他有老人癡呆 另外就是 我都要照顧他 那這些就很清楚 我們知道 那時候就會界定到 他是一個公危照顧者 我們的定義 那接著就問他 我們有些醫務社工 會和你談一下 怎樣可以安排照顧的服務 那當然我們鼓勵他 我相信大部分的照顧者 他面對困難的時候 都願意找一些社工去幫忙 那我也有信心 是大部分的照顧者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醫院系統裡面 我們是可以找到出來的 那這個值得嘗試先 最低限度是吧 那第二就是那個熱線 現在的熱線我觀察 有兩件事做得不錯的 第一就是那個緊急的服務 譬如說我這段時間 我需要的我的照顧者 在院子裡面 是可以住一兩天 那我有些事情要做 或者我要覆診 那這個現在我覺得是可以配套得到的 那第二個就是情緒的支援 那因為聽電話大部分都是社工來的 所有都是社工來的 那變成他的社工的那個 輔導介入是可以幫到手 不過這個就不是很持續了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有其他的需要 經濟需要啊 院者的需要啊 或者其他社區方面的朋友的 譬如說我希望可以做一些培訓 那這些需要就只能夠轉介給其他機構 那轉介過程裡面 沒有一個個案經理的那種模式 就是說要麼我接到那個個案 我就看著那個個案 從頭到尾 令到它得到恰當的服務 就不是就這樣說給電話 或者你試試找一個機構 那這個這樣的轉介是不夠 一個個案模式是跟進著它 那這個效果會好一點 那麼在社區裡面呢 我想暫時的可以找港島一個區啊 新界一個區啊 九龍一個區 找三個點試一下 那麼有一班社工呢 我想有幾個服務的 第一就是培訓啊 情緒支援啊 啊 憑貝的互相的溝通啊 那或者是一些暫托的服務啊 那當然經濟的支援都需要的 但是政府現在只有一萬個名額 那麼跟照顧者的需求就落差很大 那麼這些希望政府慢慢進步 那麼我都是社區的維本 那麼以照顧者為本的服務是必須啦 那麼第二就是 如何尋找更多的高的照顧者呢 那麼我盡量去介入 可能有些方便 剛才你的方案都應該不只是說針對基層 針對一些其他收入水平的人 譬如先說那些照顧者中心 應該都可以涵蓋到 那當然政府也鼓勵一下私人市場 因為私人市場都是一個力量來的 那麼可能中產 那麼它如果有經濟能力的 可以在私人市場 可以找一些更加符合他們的需要 好像老人院那樣 那麼政府都有津貼院的 那麼提供了很基本的服務 那麼也都有一些機構呢 或者一些團體呢 它扮一些比較高檔次的老人院 那麼也都有個市場的 那麼市場是在多元選擇 那麼政府又不可以動員一些機構 或者一些公司 它做很多社企 做一些不同類別的服務 那麼可能對不同類別的人 又可以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 再問一個 這個就拉開一點點 其實去年12月起 就寫出了要求130多間 參與改善馬位計劃的私營安律院 善用政府資助的指定住宿站托宿委 就為了一些有需要的長者提供的日托 日間站托服務的 那麼見到有個數出來的 說實施了三個月 那麼有二十人次使用的 怎麼看這個數字呢 那麼這樣說 我覺得政府是努力的 這個我也贊賞 當年來說 我們就覺得 你們都打電話來 都完全服務都沒有 那麼他很努力 找到很多院舍提供一些 都是善用來光臨的 托伍服務 我這個努力我真的是欣賞 那你說為什麼只有20個人 那些幾個月只有20個人用呢 還有我們看到的需要 真的不僅僅只有20個人 这方面可能在宣传推广方面做多些功夫 因为很多人打上去都是很多是情绪的为主 甚至有些是那些学习障碍的家长又打上去 其实越线就未必是针对他们的 变成很多人不是很明白越线提供服务的范围 是在哪几个扎实位置的 我想暂负服务是一个很好的配套 这方面可以推广多些 所以观察一下 但我觉得政府的努力是对的 社区需要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需要 好 谢谢迪志远跟你谈到这里 迪志远是社福界立法会议员 就着今次事件和整体照顾者的政策 你自己怎样看呢?172311 请到各位嘉宾一起谈 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前委员 阳淑欣早晨 是早晨 九龙堂北架山这一个 怀疑涉及涉及照顾者的谋杀 以及企图自杀案 你自己怎样看呢? 如果涉及到一个耳朵户脑的家庭 当中他们作为一个照顾者 面对的压力是怎样? 是的 我其实同意 迪志远议员刚才说 首先要有一个照顾者为本的政策 这个我们其实一直都希望政府可以考虑 有这个政策 最近局长就有说 都会拿多一些关于照顾者的数据 那其实拿完那些数据 希望里面是包括了解不同阶层 不同年龄 不同照顾不同病患的人 他们的需要是怎样? 有那些资料 其实才定不到提供不同服务 那个方向和量的需要是多少 这个都重要 所以大家刚才说 可能无论基层 或者是一些无禁基层的人 其实那个需要的分别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都是靠大家一些日常接触 但是没有一个比较整体大一点的数据 可以看得到它的需要 我们看到我们日常接触 譬如哪些是高危一些 年长的照顾者 以老户老的照顾者 我们看到的需要是特别大的 而且其实今次这个不幸的案件 其实里面那位家人 其实照顾那个体虐的家人 其实有言之障碍 我们接触的也都是看到有这个情况 如果照顾一些有精神病患 认知障碍的家人 其实那个情绪压力也是很大 那年长的照顾者 为什么它的需要是比较大呢? 我们觉得都有一个需要快一些 去接触介入 可能会特别容易形成高危 因为本身的照顾者 它自己的年龄都大 它一路年纪大 其实那个身体机能又会衰退 那我们看到有些时候 其实它自己本身可能都有一些 长期病患 我们见过有些情况是可能 它两三种病照顾一个家人 是患有五六种病的 就是可能它有形之障碍 但是它还有一些可能三高 甲状 各样不同的问题 可能是行动不变的 就是要扶抱 这些就更加大的问题 那反过来我们见过有一些 就是本身那个年长家人 可能两三种病照顾得久 其实它自己的身体机能还会差了 那它就会越来越担心 那就是它本身照顾那个家人怎么办 就是都会怕自己走先一步 照顾不到那个家人 那它又会增加了多了这种压力 明白 但是这次大家都关注了 可能收入相对高一点 或者财政方面手头松一点 可能在照顾上面的支援都会好一点 会不会呢 就是比如请工人都可能请得多一点 未必是独立完全是自己照顾了 就算你说担心自己 未必身体机能照顾到 是不是都有人帮到手呢 有人敢想的 那你自己觉得 这个是不是跟基层方面的照顾者 他们的要求的支援 是不是有些不同呢 另外就是撇除了 撇除这个经济上面的援助 其实作为照顾者 都可能面对其他 比如情绪上面 辅导上面 或者一些照顾技巧上面的训练 这几方面的支援 你自己觉得是怎样的 我们看到连想照顾者 他都有个特别的地方 可能有很多时候 比如是老夫老妻 或者是一些家人 是说子女 他自己都年纪很大 他其实都觉得自己 就算你说 他可能都有一些人帮手 他都会觉得自己 是有一定的责任 去照顾个企人 也有一个很大的感情的连结 还有有幻形之障碍的那些 他其实都有一个 就算有些实际的东西 他照顾得到 但是你会看到 他不认得人 可能有些东西 他会 那个病患家人 不是很合作 他很多东西忘记了 甚至乎怀疑那个家人 会有一些冲突 和沟通的问题 其实这些都会形成压力 那情绪压力那个 我们可能稍后再回来 情绪压力的方面 八点半钟后继续找你 有阳淑欣 八点三十六分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 讲到有关于九龙堂豪宅的命案 怀疑涉及到照顾者不堪这个压力 而导致的一个死亡事件 现在是涉嫌 涉及谋杀和企图自杀 这个都关注到照顾者的压力来源 除了讲到一些基层的照顾者 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之外 其实可能一些中高收入的家庭 都同样面对照顾者的各种压力 包括一些情绪上的支援 技巧上的照顾的训练等等 看回卫生署的资料 都说如何认识一些照顾者的精神压力 提到可能一些来自身体 觉得很累 不够休息 不够饮食时间 思想上可能有时会觉得负面 态度消极 情绪上都可能会觉得很沮丧 而护老者常常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一些生活模式的改变 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时会过分自责 觉得自己可能都要对患者的病患 有一些责任 还有有时都可能会觉得身心俱疲 精神紧张 身体上会很累等等 都会有一些建议在当中 如何去处理 例如和家人去谈 如何去分担 保持自己一些社交生活 给自己一些私人空间 还有寻求一些适当的社会资源等等 这些建议是否有效呢 社会上的资源是否充足呢 刚才说到除了一些经济支援之外 其他上面对照顾者的支援是怎样呢 我们继续跟阮淑欣谈 阮淑欣是精神健康资讯委员会前委员 早晨 早晨 刚才又说到情绪上的支援 因为说到情绪上的一些照顾者的支援 就不是说有钱还是没有钱的分别 大家都可能有这个问题 这个支援上是否够了社会上的资源 情绪支援其实是很不足够的 也都很多时候会忽略了 就算你说现在热线的服务 很多时候都可以提供一些 即时的情绪的舒缓 但是一个照顾其实是很长期的 所以照顾者的压力其实一路都有 有些也都是可能照顾了一些时期 或者去照顾病患的情况是比较严重一些 其实可能是要一些深入的跟进 或者比较长期的跟进 我们看到这一方面现在是比较缺乏做这一件事 其实现在有些都有一些服务 但是其实都非常不足够 有几个地方 一般我们就说有很多时候 有精神健康的需要 就去了那些18区 有24间的精神健康综合服务中心 但是它不只是提供一些 个案情绪辅导 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服务 所以辅导服务其实都非常少 有些就会去医院的社工 或者家庭服务中心 但是其实他们也是 很多时候要处理很多一些 就是文件的工作 帮一些个案 申请不同服务的程序 那我们看到在辅导服务那方面 其实都是很少会涉及有一些很深入长期的跟进 所以你期望是怎样的 就是在一些专门针对照顾者的辅导服务 另外是否都同时在照顾者的那个24小时专线那里 和这些服务会有更加多的联系呢 除了那些即时的程序辅导 有一些更加长期的跟进呢 是的 两方面 就是二线那里 就是还需要多些宣传的覆盖要大一点 因为现在说的是万几个叫 但是政府数字说的都有二十几万 就是一些年长的照顾者 那这个数字其实都相差很远 那覆盖是低的 那就算他接触到之后 有很多时候都是说一些即时的需要 那我们都认识有一些年长照顾者 试过打电话去 他是问了他很久的事 或帮他查资料 然后最后其实都是叫他自己 去主动自己去找一些机构 去找帮手 那这个就不是很理想 其实很多时候一些照顾者 他已经不容易去主动找人帮手 他难得打电话去 如果跟他谈了很多问题 那他还要再 就是又要由头再去谈过 他也都要有那个动力去找第二个机构 有时可能他谈完你再给资料 他会放弃的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足够的服务去承托 那辅导服务 刚才说的其实这一方间不多的 那也都没有善用 其实有一些叫做辅导员 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说要一些 clean 就是那些临床心理学家 或者是社工 但是还有一个人手其实是辅导员 现在就很少会用到这一些的人手 但是其实曾经 就是疫情期间 有一些机构是有用过 也都是可以多了一个人手 提供到一些即时的帮助 那现在坊间其实还有很多 艺术治疗 不同治疗的模式是可以用的 那如果可以多一些这些 这样的资助服务 或者是宣传转介到这些 就是可以帮一些照顾者 宣援到情绪的服务 那其实就可以帮到 他们有一些长期的跟进 那就算你说私人的 一些辅导的服务 其实都有的 但是就要有多一些这些资料 去到给到机构热线的同事 他们如果接触到一些照顾者 真的看到他有一些 长期深入的需要的话 就要有这些资料去帮他 要即时帮他直接做一些转介 另外说一说一个新的计划 社署和关内队说 在昨天开始展开的 一个叫支援长者及照顾者先渡计划 会在南区和全华先做 会是识别一些照顾者 识别一些有需要的毒脑或伤脑的住户 护老者 产生人士照顾者等等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计划 预估他们的成效 和刚才说到 譬如这一类可能相对收入高一些的长者 是透过这个计划 去找到出来的机会有多大呢 如果积极去做是有机会找得到的 但是我想都要多一点训练 虽然老人家我们说叫做都好聊点 但是其实都未必个人肯跟你聊天 有时候都要有一些训练 接触到他肯跟你谈之后 他怎样谈 如果我们是有个目标方向 可能是找独居两路的 看弱他可能有哪方面不同的需要 情绪的需要 其实都有些训练是应该可以教得到 他们帮忙做外展上门的人 是怎样从什么角度 或者有些什么工具可以协助他 去了解他的情绪 或者一些实质的需要 要有一些这样的预备 如果不是只是聊天 可能他情绪可能他多讲一些 他又感觉多一些这样的话 那就未必那么容易有个成效 还有都要有系统 去探访完之后 会不会有些记录 可能有些debriefing 有人帮忙去怎样跟进 或者关爱队的成员 我们帮忙接触之后 可能有机会都有很多移民 需要一些专业人员社工 去帮忙协助的 做转介或者去评估不同的人的需要 都要有些这样的配套去配合协助 我觉得 另一个进展想问一问你 因为社署在去年十月 就扩展这个掌写日间暂托服务的网络 一些参与改善买位计划的私营安务院社 数字上多了 可以在他们缩位有空置的时候 就提供日间暂托服务 给一些有需要被照顾的人士安排进去 让照顾者也吐口气 我看到那个数字上面说 新措施三个月期间 累计有二十人士使用的 你自己怎么看那个数字 和了解到当中那个流程上又如何呢 造成 这个数字非常少 我们相信需要一定不止那么少 第一就是 会不会还有很多照顾者 不知道有这个服务 第二其实流程是 都不便利 我们看回很多时候 老人家其实不会自己去找 因为现在要靠他上网 去找那些软舍的资料 然后要逐个打电话去问 他不能打那个照顾者支援转线 都帮到他转介吗 我们老人家的经验就不是 我刚才说的经验 要逐间打 我们自己社工会这样做 但他打去专事那里 其实就没有这样直接帮他去做 但其实他们是需要一个人 这样去帮他 了解伤害情况之后 逐间帮他打 去问清楚 那些厂程收费 家人需要这样照顾 那个软舍是否可以帮忙做得到 因为尤其是私营的软舍 有很多时候都会关心那个费用的问题 然后其实他过去可能都要人帮他的 可能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带到一个家人过去的 那这些很多东西其实中间是需要协助的 那就是私院的质素 有一些又会担心 那所以有很多事情要配合去做 那老人家才可以有信心 还有可以有能力处理到这个心情 好的 和阮淑欣你谈到这里先 了解了一些照顾者相关的政策 在落实的时候 他们前线接触到的情况是怎样 阮淑欣就是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前委员 关于九龙堂碧甲山这个怀疑发生 是涉及到照顾者的谋杀和企徒自杀案 根据报道消息所说 男死者本身有脑退化症和肌肉萎缩 有关于一些脑退化症或者认知障碍症的支援 照顾服务现在在社区上是怎样的呢 请一位嘉宾和我来谈谈 立法会议员江玉宽 早晨 早晨 新闻 我见到你早前前几天在立法会的质讯 都正正是问到一些认知障碍者 患者的照顾服务 你主要关心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无端端问这个呢 其实都不是无端端的了 我其实对于脑退化症 在上年暑假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一个研究的报告 其实都轻轻点出了 其实我们在香港 似乎对脑退化症这个问题 似乎是关注不足的 也都是我们没有一些 很具体的资料统计 也都没有做一些研究 似乎对于整个症 或者是无论是患者 或者对于照顾者 我们都好像摆下去的关注度是不足的 也都可能是我们叫做太过是简单化了 所以我见你除了问数据之外 也有问到一些照顾服务 如何在中长期制定一些长远支援的照顾政策和规划 政府答了你 能不能回答到你原本想问的那样东西 我觉得你能回答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我们所对脑退化症做的事情 确实是很零反的 我们不是没有做 但是可能在一个大的福利计划 或者在大的医疗计划里面 塞了一个角落 也有的了 其实好像一碟菜那样 各样都有些 但是没有对脑退化症的患者 有一些我们叫做针对性的政策 这一样东西坦白说 对于脑退化症 这一样东西我觉得是很不足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那天政府答我都是 脑退化症暂时是没有药可医的 但是也都有一个我们叫做数目 是增加的趋势都很快 也都有一些我们叫做年轻 越来越年轻的患者 所以整个问题 是不能够我们最轻轻大过 或者是坐视不利的 你认为刚才你说有一些针对性的政策 你刚才形容为比较松散一些 怎样针对性的政策呢 其实它现在都有一些 比如支援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计划 整个计划 但这个计划就是说医管局会负责阴选和转介一些合适的 认知障碍者的患者去到一些长者地居中心 并且和长者地居中心会共同为患者设计和检讨护理方案 再由长者地居中心按协定的护理方案 针对患者需要安排一些活动服务 去提升患者的认知能力 似乎都很针对个案的需要而提供服务 这些计划不够的位置或不够针对性的位置是什么呢 是服务量还是什么呢 你看到是 好 斯洛文刚才你说得很好 自有医社是有的 但是自有医社其实是因应一些什么计划出来的 什么时候是做的呢 就是根据一个2017年 当时其实有一个我们的报告 叫精神健康检讨报告 那里面其实因应这个报告做出来 但是大家看看2017年到现在已经是接近什么 已经有七年了 其实那个环境是转变了很大 自有医社不是不好 是一个好的服务 不过好像你刚才所说 那个针对性其实是有 不过提供的服务不够 那个数量不够 也都其实是要医管局是因选和转介的 那个涵盖面坦白说是不足够的 你觉得服务不够就是服务量不够 因为他现在就说每年可以超过二千名 长者提供服务 我见他的数字就是这样 二千名呢 这个是冰山的一国之一国 现在我们大家坦白说 在我们的香港里面 我相信患有脑退化症的 如果政府说在公立医院就有几万八万多 其实整个香港我相信 现在怎么都有十多万的 如果你说每年只有二千个名额 大家平心而论 当然是不够了 是吗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些 针对性的政策 其实应该是怎样的 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就是你说的 譬如人口老化 这个脑退化症 都是暂时在现在的医学 都是不治之症 那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想说高一级先 在高一级 我们如果要站得高一点来看 我们一定要制定策略 这个策略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接着我们要定一些策略 要有一些行动的计划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英国 澳洲 新加坡等地 其实他们每隔五年 就会有一个计划 而且计划是覆盖得很全面 因为他们明白到 未来的可能十年 患老退化症的人口 可能是倍增的 所以他们就要做定一些策略 因为没有策略 根本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针对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投放资 这个是站得高一点的 今天有一个市民就和我说 他说 欢你先不要说策略 策略怎样一两年才有 最快就算有 你可不可以说 有什么燃眉之急可以做一下 有的 其实我觉得分几方面 第一就是在服务上 现在其实很坦白说 公营的机构 他去提供这些服务一定是不足的 如果你说靠这个 智有医社 去到这样 每年几千 我相信 就真的会很严重的问题 解决不了 那是不是应该要研究一下 一些公私营的合作模式 特别对于一些我们检测 早期一些的病症 可不可以看看私营的 怎样可以帮到手呢 又或者譬如可不可以考虑一些 我们叫做一些社区的家庭医生 特别针对一些我们 老退化症的病者 去提供一些治疗的服务 好了 另外在服务上 除了说治疗 也都很讲究 就是说对一些 我们照顾者群体的一些方法 对他们的培训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我们叫做照顾者 在这一方面 他们的培训都不足 除了说老人家之外 他们根本就无从入手 特别在那个病症初期的时候 那么对于照顾者 赵罗文我也想分享一下 最近的伦常的惨剧 其实很密切 也都反映了那几类高危的照顾者 是确实不能够我们 我们是叫做袖手旁观 我们其实是应该 是可以参考其他个国家 对一些照顾者 除了说在身体的压力 和精神压力 是一定要有一个支援 另外也都要在社区里面 做譬如做一些 我们叫做照顾者有好社区 成立多一些我们叫做支援小队 好像现在你说关内队 我不是不贊成他们去做 但是他们要有培训 而且也都要培训多些 在社区之中 经过特别训练的义工 其实过往也都在一些研究里面 说过照顾者 他们是感觉很孤单的 很孤单 那我们是否在义工 或者在我们的服务上 是要令到譬如在一些家头世母 或者在他们觉得情绪 受到困扰的时候 我们是否多些要陪伴他们 最少 最少 那这些一切一切 我想我们都要想一下 什么都要做 其实现在太多 我们太多是未做 政府都说积极推荐 为期三年的齐创 照顾者行动宣传活动 现在也有一些 叫照顾者资讯网 有照顾者支援专线 都多人认识了 其实这些配套 你自己觉得够不够呢 那当然不够 其实只是宣传 宣传是重要的 公众教育是重要的 但是其实对照顾者 本身来计 现在他们已经这么辛苦 他们需要一些 喘息的服务 情绪的支援 专业的社工和人员 是帮助他们的 OK 和江宽你先聊到这里 刚才也说了一些很具体 比如针对一些 认知障碍症 或者照顾者 他们的一些需要 都提到一些外国的例子 有些什么意见 有关于照顾者的政策 17231 稍后回来再谈 不少听障人士 很关心社会时事 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 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 1980年开播的时事节目 已经配有首要翻译 透过节目 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 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 以及国际焦点大致 陪伴大家超过40年 时事节目 逢星期六下周三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跟社福措施一样有关 接下来讲这个议题 其实在勞工福利局 和社署2013年 推出一个私人土地 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 这是做什么呢 鼓励非政府机构 擅用他们自己有的地 去做扩建、重建和新发展 提供或增加政府认为 你最主要关注这个计划 是什么呢 其实摆在面前很简单 2013年推展至今 超过十年 中间还加了一期 2019年 但总共88个申请内 有65个还在进行 只有6个是完成了 进度超慢 听回不同社福机构说的原因 除了有些真的 他们自己犹豫不决之外 但是他们去申请去改建 去加设施的时候 遇到不同的政府部门的要求 他们根本解决不了 这些问题 真的拖延了我们很多社福设施 都没有办法更新和增加 这个我自己最关注的 不同部门的要求 那些要求是否合理 但是回头 是否真的在法律上 或者程序上有需要 其实所有部门 他们独立去看回 他们自己的要求 都很合理 大家都跟回自己的法律 法规去做 例如什么要求呢 其实简单来说 有很多时候 我要改建的情况下 可能我需要用到 某些政府土地去改善出入口 加强消防通道 土地部门在这些问题上 我没有责任给你的 我中间做的事情 可能有些临次用途 我又没有逼切要搬走它 这些问题 你说地政署做错事 他不是做错事 不过他坚持自己原有的一套 屋宇处也好 规划处也好 各有各自己的坚持 甚至在走流程的时候 社署自己也有自己内部指引的坚持 究竟计划如何加快 理讯一点的程序 令整个计划的进展 可以走大一步 稍后再谈谈 刚刚谈过有立法会议员 林小璐